柯文哲昨天PO出影片 然後就堅持說他自己只是轉送公文 不是交辦 但這樣其實就有點奇怪 因為好像他是像是技工一樣轉送公文而已 我覺得柯淺市長連續三天PO了三個影片 針對三大案 我們沒有看到他解釋任何外界的疑點 反而就看到他像一個阿伯一樣 在那邊洗洗臉 然後東罵西罵的 完全沒有市長的格局 甚至昨天連轉送這兩個字他都好意思說 我就說他又不是郵差 也不是收發式的 他是堂堂一個市長 從11樓把這個這麼重大的案子交辦下來 然後都發局的基層同仁 就這樣被他害到了 這個戰戰兢兢的把這件事情 這樣子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然後他現在一推256說 哎呀 我只能轉送而已 好像一切都不關他的事 那你八年市長做假的 我覺得我看過無賴的 沒看過這麼無賴的 為了推卸責任 居然可以說他只是轉送 說這個是合議決 都不關他的事 請問一下如果沒有他的交辦 這個案子進得了都委會嗎 就算進得了都委會 如果沒有他的同意 這個案子能夠拿得了840的容積率嗎 可以拿到20%的容積獎勵嗎 這一些公文上面都有他的合章的耶 難道他過去8年是不看公文內容 蒙著眼睛打著瞌睡就把章蓋下去嗎 還是他的章都把持在別人的手上 是別人蓋的呢 我覺得不要這樣子推卸責任 這會讓很多台北市公務員 感覺到非常的可怕 原來他們過去的市長 是屁股拍拍走人 把責任全部推給他們 大家還記不記得 這個包括廉政公約的廉政登錄 柯文哲在外面賺了選票 說他要用廉政公約 規範自己跟政務官 結果沒有一個政務官照做 包括他自己通通沒登錄 反而是基層公務員在照做 這就是過去他8年的領導風格嗎 專門罵別人 專門叫別人做 然後自己完全就是說一套做一套 所以他之前說 名嘴講的話 事後看看有多少是真的 我們現在才來看看 過去8年柯文哲說的話 有多少是真的 因為柯文哲在昨天影片 是說他就是收到誠情 然後把他轉給獨發局而已 那就其實在這個狀況是正常的嘛 就是他從廠商那邊收到 當然不正常啊 因為那個時候 都發局正在跟金華城 就同一個案子進行訴訟 那通常這個時候 我們一定會暫停這個 陳情案的處理 會跟廠商說等訴訟結果完再說 不會說一邊訴訟一邊交辦下去處理的 這個絕對不是正常的 一邊訴訟然後一邊在走後門 跟人家談怎麼樣補償給人家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這個訴訟不是白搭嗎 所以怎麼會是正常呢 而且我們也問過都發局 過去柯文哲用同樣的交辦案件去處理 容積個案的有幾件 結果都發局說只有一件 可是我們都委會一年處理這麼多案子 那有很多也是來自於民眾的陳情 地方土地關係人的陳情啊 那為什麼其他人都找不到市長 不是由市長交辦下去 市長是每一年收到這麼多陳情信 那為什麼只交辦這個下去呢 所以我覺得不是說一副現在好像一推二五六的樣子 都發局確實是因為你交辦了這個案子 才讓這個案子定都委會的 我們看到公文都寫得非常清楚 就是都發局就是因為市長交辦的這個案子 然後就牽承上去說 那請問市長我們這個案子送進都委會好不好 然後市長就批了可以 所以這個案子才會進都委會進後續的處理 否則的話我們質詢也問過都發局 如果市長沒有交辦的話 這個案子可能根本進不了都委會 而且我們現在整個月券小組已經開始在月券了 即便進入都委會以後 我們看到一路上包括765次的都委會 還有6月20的學者專家會議 包括一直到後面都有這個委員成員表達質疑說 正在進行訴訟中為什麼我們要處理 這樣的質疑聲音一直不斷 可是為什麼這一台私訴烈茶還一直往前開 主持的人都是市府的官員 都是副市長他們都聽而不見嗎 都假裝沒聽見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狀況 就是這好像有一點 就是已經有預定立場了 我就是要給他開到底 所以不管委員說什麼我讓你們講 可是我最後結論就是往這個方向去做 那這也叫共識決嗎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非常多就是委員的這個質疑 最後都被記載在會議的結論裡面 那這好奇怪 譬如說其中有一次已經是針對融機獎勵 針對金華城提的融機獎勵在質疑說 你不是都更案件為什麼你可以用這個都更的條例在處理 都市更新處也提出質疑 學者專家也提出質疑 可是我告訴大家最後的結論一個字都沒有解釋這件事情 直接繼續討論它的融機獎勵 怎麼樣怎麼樣處理 怎麼樣怎麼樣處理 那你說府外的學者專家 當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只是外聘的而已 市府明顯看起來就是有態度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未來這些證據都可以就是公諸於事的 檢調也都可以根據這個去調查 這裡面有非常多奇怪的貓膩 就是好像那些委員講的話都是白講一樣 我們的結論好像都有既定立場 就是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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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怎麼看那個連政紀錄會不會做一個公約 原本柯文哲的連政公約 其實是針對政務首長 也就是政務官 可是我們覺得非常的遺憾 而且很難過的是 沒有一個政務官照著做 然後柯八年 包括他自己也沒有照著做 然後那一位公務員其實是事務官 他就傻傻的跑去登陸了 其實這個就是只准周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柯文哲以前好像剛上任的時候 好像逢官必兼 逢商必貪之類 好像官商一定會怎麼樣 但是事實上我們看到 跟財團見面最多 密會最多的人就是他 連談利害關係的案子 連談在正在進行中訴訟的案子 他都可以不登陸就直接交辦下去 然後導致最後市府居然贏了訴訟 然後還要繼續給獎勵出去 這是一個非常喪權辱國的狀態吧 我訴訟好不容易打贏了 然後法院都告訴你不用補救了 結果你換個方式用另外一個明目給他 12萬樓地板面積不用補救了 那我換一個方式用激獎品的名義給你 結果給金華城拿到更多 所以難道柯市長他過去8年 都是這樣處理市政的嗎 我覺得這個好可怕喔 那第一國菜市場也是一樣 當時亞興工程我看過所有資料 亞興工程其實提了非常多簡像發包 有三四個簡像發包的方案 但是為什麼柯市府選擇了一個 減最多後面加回追加最多的方案 你不用減這麼多 你後面不用追加這麼多 為什麼你挑了一個後面追加最多回來 需要追加最多的方案 我也不明白 我也問了這個公務局 他們就說長官選擇 亞興工程提供了好幾個方案 不是最後的那個全部檢到五層樓的 這一個不只這一個 我想這些資料未來檢調都可以去調查來看 其他的都也是可行的方案 那為什麼要選擇一個後續需要追加最多的方案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 都是一些很奇怪的選擇 可是我們看到他的直播 除了罵人以外 都不針對他這一些市政的實質的問題 進行說明 那這個會讓大家覺得說 他有一點在轉移焦點 他的直播只是為了顧粉用的 就是講給他小草廳的而已 對 要看我們黨團的決定 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個人一個小組 就是好像一個人目前不能兩個小組 因為我們還有其他的議員 那而且每一個專案都非常的複雜 那這個我目前是金華城的召集人 我覺得我應該分身乏術 但是如果說台志光的專案小組 需要我協助的地方 我一定會去協助的 我覺得台志光的問題很單純 如果陳崇文議員這次被收押 我們其實還不確定到底是因為什麼 但如果他是為了護費率的話 那就是費率問題出了問題 就是費率出了問題 那過去八年的費率都是誰核的呢 都是誰核的呢 大家去想一想這個問題 他如果是會 蔣萬安是砍費率 如果陳崇文議員是護費率 而有檢調調查的話 那他護的是誰的費率呢 不就是過去柯文哲益的費率嗎 高費率 講話要砍的是柯文哲的高費率 其實我覺得他們一直在故意扯到10年前 民國100年13年前的那個母約 我覺得是要轉移費率的這個焦點 永遠都是錢的問題 大家記得永遠都是錢的問題 我們可以跟中華電信 跟任何一家固網租網路都可以 但是我們要租便宜的 那你為什麼會租到貴的 你為什麼要八年每一年都會議價 你為什麼每一年都沒有把它砍到母約以下 那這個才是重點啊 你怎麼議價的 八年議八次喔 不是說議一次就用八年了 八年議八次 你每年都這麼弱勢嗎 你柯市長會弱勢八年嗎 我覺得這個很難你想像耶 對 最有感的膠原蛋白生態 即日起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養顏美容增強行動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裝好攜帶 成分天然零添加 無吸藥不含重金屬安心食用 兩款包裝給你滿滿膠原蛋白 薄紅包裝助養顏美容 藍色包裝增強行動力 心動了嗎 現在就上快點購一起健康下單吧